新冠肺炎 今次的新冠肺炎 对于我们旅游业 从业园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17年前的沙士 是一个小毛见大毛 可以形容是一个 懸崖式的停顿 好像你跑步 你看到前面有个懸崖 然后你停不下 全部就终在谷底 以前我们在街上 就算没什么客人也好 终着终着终着都会有的 现在我们终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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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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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大家行家那些 可能做完早上 吃完饭 没什么心机做 拍在那儿 差不多都不愿意做 在那儿等下收工 有些同事 他宁愿是 这段时间是连的士都不开 宁愿回家 因为他们家人 是不愿意给他们出来 说这个疫情是危险 我们这行是做美格的 在这个商场都做了很多年 不过从来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你看看全部都停了 间间都没有开 所以很惨 真的数数加疏 差不多一个月 28日没得做 旅游业从业园 是一个我们叫做 全部是首庭口庭 好像我这样 我三月份已经开始停了 政府第一轮的抗疫资助里面来说 旅行社不是纳入在帮助系列 直到上个月第二轮 他们发表了抗疫基金之后 我们旅行社的从业园 就是导游领队 或者在旅行社里面工作的员工 政府都会有一个 叫一笔过五千元的补助 为期六个月 补助够不够呢 只能够我们说 帮助性质非常之低 有什么计划呢 我们驾驶是没有什么计划的 我们已经驾驶了这么多年 想转工都很难的 希望快点过这个疫情 然后陈生慢慢地 让生涯慢慢好一点 我们挺希望 政府可以在一个 失业救济金 视乎今次的疫情来说 放宽给一些 好像我们这些真诚的失业 寶座金